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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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Zoe 今天早上我收到了 从澳洲寄过来的iPhone14 Pro Max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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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呢 这次苹果出了一个新的颜色 就是紫色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之前在选颜色的时候还有一点选择困难症 不过呢 我还是钟爱于我的土豪镜 真的很漂亮耶 开箱的感觉真不错 来 我们先看看它的外观 外观呢 感觉像这个iPhone14 Pro Max 它的拿起来还蛮有重量的 因为它是240克 比上一代重了2克 然后呢 它最大的一个外观改变呢 就是这个Dynamic Island 它的刘海被削减了 变小了 然后它有一个专业名称 它有一个专业名称 叫做动态岛 也就是英文的Dynamic Island 也就是英文的Dynamic Island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嗨 苹果还是一样 这一点让我有一点点失望 就是 它还是只是给Cable而已 没有给插头 我们主要是要插头啊 有点小失望 然后这个就是 打开给你放新卡的 好了 我们现在来开箱实测 这个iPhone14 Pro Max 它最大的亮点呢 就是这个新的那个动态导 暂时只有一些指定的APP 是支持这个动态导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就是Spotify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格子我稍微按 按久一点 它就会出现这个 它的歌的那个album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很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album的颜色是褐色的 所以它的音乐的波纹呢 它的波浪 颜色也是跟这个相似 它有褐色跟白色 所以这里也是有褐色跟白色 你可以看得到吗 OK 然后我可以把它推回上去 然后我要下一首呢 我就这样子点 然后把它推上去 你看它的音乐波浪是不是换了颜色 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这就是动态导的Face ID OK 现在大家看了那个动态导 有什么感想呢 我个人呢 是觉得 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Apple 新的一个 时尚的东西 就是一个 something new 其实我个人觉得 它没有太大的改动 就是 就是 我不会觉得不习惯 还是什么 因为我看到有些人的评理 就是 它有那个新的动态导过后 它会觉得 没有那个刘海 觉得很不习惯 不过我觉得 还好 然后 还有就是 我喜欢那个 Spotify的 那个 它设计到很好 因为 它的波浪 音乐波浪的颜色呢 它是跟着 那个Album 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是 还蛮赞的 OK 动态导 还有一个 新的东西 就是 当有别人打电话过来 就是Incoming Calls的时候 就是 它 不会 像以往这样子 出现在整个screen 而是它出现在动态导一行 所以它 不会影响到你整个 整个screen 然后你就会看到上面 有谁谁谁在打电话给你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改变 OK 那个 动态导它虽然是变小了 可是呢 就是 可能 苹果用户 就是 用这14 14的用户 可能会有一些些不习惯 就是当你在看YouTube 或者在看video的时候 OK 现在我在开这个Disney Plus的APP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里 它的整个萤幕呢 就被这个动态导 稍微少少的 遮了一点点 OK 我们现在开了YouTube的APP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 by default呢 它是这样子的screen 然后旁边就被剪了 那如果你要把它放大整个screen的话 然后你就把它拉开 那拉开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比较暗 所以看不到 很明显 你看这个动态导呢 它就变成很明显了 比起以往的iPhone 13 还有之前的前几代 因为之前的那个刘海呢 是这样子 可能是用户已经习惯了 那个之前的刘海 第二个亮点呢 就是它的Always On Display的这个亮点 就是在我lock screen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是我不需要点这个电话 它就会出现这个基本的这个information 基本的这个日期啊 几点啊 然后我可以自己customize 我想要我的桌布上有什么APP 就好像我在这里呢 我就放了股票 然后stock market 然后这里就是 气候 然后这里就是UV指示 OK 我来示范一下 怎样customize 这些 就是我 按99 然后在这边 点击这个加 然后你就可以 你可以选择放照片啊 然后放人啊 然后或者是放Photoshop了 就几张不同的照片 或者是可以放Emoji 你看 可以这样子 可以这样子 可以加很多 然后 然后 可以在这边 就加这个 然后 如果你很有很多appointment的人 你就可以把它加上去 有什么 appointment 然后我觉得天气 还蛮重要的 所以我都会把它加到 Widget那一边 OK 那 有运动的人呢 他要看他有没有打标 他也可以把它放下去 放这个 运动了 OK 如果你喜欢这个桌布的话 你就可以按Add 不然就退出 这样子 是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新的 功能 iPhone 14 Pro Max 它是采用 A16的Biochips 所以呢 它的 它很强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在 1Hz的条件下 就是很省电的情况下 让你 你的镜头 所以 我之前看到的review呢 人家都说 它是属于那种 暗的亮 可是 我现在这样子看呢 我觉得还挺亮的 这就是平时我 开的那种 Brightness的level 我觉得还挺亮的 然后我使用了过后 我觉得它并不吃电 原来 就是 A16的chips 这么的厉害 那 iOS 16 还有一个function 我很喜欢的就是 你可以在这里 点击这个hidden 只有你自己才可以看这个照片 还有呢 一个就是 reasonly deleted 你也是可以用face id 来操作 就是 我觉得这一点呢 它就做了那个有 注重privacy 那一点 你可以看到 它就这样子慢慢变亮 那就是说呢 其实它是很智能的 我这样子盖着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 没有启动到那个always on display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把它放在我的口袋的话 它会自动按掉 它只有在你这样子放着的时候 然后 我们的 这个 就是它的always on display的亮度 还有 iPhone 14 Pro Max呢 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叫做crash detection 就是如果你发生车祸 的话 它就会 call after severe crash 它有这个功能 就帮你 拨打给急救 然后我觉得这个功能是蛮实用的 如果你发生什么事情 你发生车祸意外的话 你苹果可以第一时间帮你求救 这个也是一个赞 还有就是这个iOS 16呢 它有一个新功能 就是打字的时候 你可以 就是打字的时候 你可以去setting那边 set haptic 然后呢 就是你打字的时候 它就会有震动 然后它就比较接近那种 正式keyboard打字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是还蛮有趣的 那iPhone 14呢 它真的是强大到 它的technology强大到 你戴着口罩 还有墨镜 它都有本事跟你 face detection 然后就帮你解锁 是不是很方便呢 之前呢 如果你是有apple watch的话呢 那你这边unlock了过后 它才会帮你unlock你的screen 那你就不需要每一次 你要解锁的时候 你就每次要脱你的口罩 可是这个iPhone 14呢 它真的很厉害 它想到现在 戴口罩已经变成了一个norm 就是大家现在出门都要戴口罩嘛 然后它就直接 就帮你解锁了 好 现在我用我的iPhone 14 Pro Max 拍下了好几组照片 首先是一些微距 可以看到在阳光下 拍出来的效果挺好的 在放大的情况下 一些细节还是可以清楚看到 再看多一张 也放大给大家看看 接下来是夜景的图片 在没有与前几代对比的情况下 可以看得出苹果还是很好的 处理了灯光效果 再来是用了ProRAW拍摄出来的櫻花图 ProRAW的特点主要是后置 所以这一张可能没看得出分别吧 这一张是算在lowlight情况下拍摄的 也是同样用Pro 放大看也发现Noise相较前几代是变少了 这也是在相对比较暗的地方拍摄 也放大看一下 这张也是在测试lowlight情况拍摄的效果 最后一张可爱的小码图 放大看看毛发细节处理 对手机来说也是挺震撼的 最后再附上三个新增Action Mode的影片 都是以快走快跑和单手的情况下拍摄的 效果也不赖哦 挺类似GoPro等运动型相机的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 请记得在下面留言哦 好啦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哦 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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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